2008年年底 中共最高法院被揭露出 千億元礦絕案劇院宗離奇丟失的醜聞 又有爆料說 該案是先判候審 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干預司法 評論認為 事件揭發可能和中共的權鬥有關 周強很可能被高層拋棄 去年12月底 中共最高法院法官王林青 和前中共央視主持人崔永元幾乎同步出面披露 由王林青辦理的陝西千億礦泉案二審卷宗 2016年在王林青的辦公室內離奇丟失 現在已經只能用爆料的方式 那麼如果說最高法院都沒有法治的話 那麼中國哪裡還能有呢 陝西千億礦泉案是民營凱奇萊能源投資公司 和官方背景的西安地質礦產勘察開發院 簡稱西勘院 就陝北榆林地區的一塊煤田的 歸屬問題產生的糾紛 崔永元在微博公布圖片 披露最高法領導和院長周強都干預審判 非常罕見的是 目前這一醜聞 仍然被允許在國內互聯網上傳播 崔永元1月4號出席脫口秀的時候也宣稱 我後臺特別硬 硬到你想不到 學者認為 爆料沒有被噤聲並不代表法治進步 而是疑似圍繞周強的政治操作 周強應該是上層選擇的這個直血點 周強就變成要被拋出來的一個犧牲黨 那麼也就我們通常所說的棄質 彼此的傾紮太厲害 彼此的爭奪太厲害 才使得這些事件又撕開了一條縫 又讓我們看到了一些具體的事實真相 1月8號晚 財新網報導 針對此案在網上反映的問題 中共政法委宣布將主導聯合調查 專家認為 由政法委主導調查 是對所謂法治的進一步放刺 政法委自己就是黨干預司法的工具 最高法院的最高領導 如果他們有罪的話 居然要用黨干預司法的方式來進行調查 所以通過這個案子 正好讓全世界看一看 中共的依法治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東西 實際上是一個最好的教材